这降临 小白收养了一群女人为他服务 并创建了幸存者基地 此时却有几个异能者前来闹事 看小白如何教他们做人 赶紧叫你们老大出来见我 不然我嘎了你 下一条一段音暴袭来 紧接着一个身穿披风 帅气非凡的熊猫身影 就出现在的众人的面前 老大 你终于来了 这几个人想要强闯基地 你就是这个基地的老大 你的小弟也太狂了 竟然不把我们飞鹰组织放在眼里 小白没跟他废话 一个闪身就来到杨高峰的面前 直接一巴掌把杨高峰拍飞了出去 竟敢动手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还敢叫香 他的同伴看到这一幕 瞬间都冲向了小白 下一秒一股凛冽的寒气 直接将他们冻成了冰雕 几人直接被吓得亚麻呆住了 可恶啊 我可是杨家独子 你敢打我 你扎定了 耶稣都保不住你 我说的 这位帅哥 我们只是例行检查而已 行李脚下留情 者物啊 我们都有定位器 一旦在这里失去了行踪 贼鹰组织是不会放过你们这个基地的 你们飞鹰组织很牛吗 跟乾隆组织比怎么样 你既然知道乾隆 难道说你是乾隆的人 乾隆组织又怎么样 敢打老子 老子要他干 杨高峰 你别说了 到时候组织会补偿你的 现在我是队长 你听我的 挨打的人又不是你 杨家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欺负 要不是因为我们杨家 你们飞鹰组织能够获得武者家族 肖家的支持吗 当初可是你们司令求我加入飞鹰组织的 对于队长被杨高峰骂了几句 顿时脸都涨红了 脸上也露出了委屈的表情 然而却又不敢反驳 因为杨家的势力可比飞鹰组织都要强 你们杨家又是哪根葱啊 我之所以知道乾隆组织 是因为乾隆组织的人 求我加入他们当什么大队长 因为我是天榜第一的小白 这方圆一百里内的幸存者基地都是我的 你们以后再在这里闹事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竟然是天榜第一的小白 就是那个把小日帝国藏紧空空踩在脚下的小白 对对对 偶像 你是我的偶像 我为刚才的话给您道歉 恶了我们杨家 你天榜第一也得干 小白又是个小弟在了他的肚子上 你可真是过躁 和乾隆组织相比 你们很没有礼貌 不过我也不为难你们了 你们男的滚吧 以后不要再出现到我的面前 至于你们这两个女的 长得倒是挺好看 身材也蛮好 直接留下来给我生孩子就行了 两个女艺能者顿时张大的嘴巴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脸瞬间就红了 我们飞鹰组织一直在寻找你 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 只要你能加入我们 我们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条件 乾隆组织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甚至他们的女队长 已经留在了我的别墅里面 而且现在每天都想方设法的努力 讨好我想着怎么说服我 要不你先跟我回我的大本营 先跟他比一比你们谁的能力强 什么 乾隆组织的女队长已经跟你回去了 柳依菲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同时一股紧迫感也在她的心中生起 我 我留下来 我跟你回去 那 那我也留下来 队长 雪莲 你们 别说了 带着杨高峰回组织吧 该司令说明情况 我们会尽力说服小白加入飞鹰组织的 随后小白带着柳依菲 还有陈雪莲飞回了别墅区 那个难以能者 则带着身受重伤的杨高峰回了飞鹰组织 此时 彭兵杰和林雪儿刚好从别墅里面走了出来 飞鹰组织 南区 第八小队的队长柳依菲 乾隆组织 南区 第十小队的队长 彭兵杰 两人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同时他们都看到了彼此眼神之中的危机感 可恶啊 没想到飞鹰组织的人来得这么快 不过好在我们有些来的优势 而且雪儿还已经说服过一次小白了 我要赶紧出击才行 可不能够让柳依菲抢先了 果然小白说的没错 他没骗我们 乾隆组织的人早就已经来了 接下来我必须得更加努力才行 一定要把同兵杰和林雪儿这两个家伙给比下去 你们原来都认识啊 我们都是南区的异能者部队小队长 平时执行任务的地区都是重合的 经常会碰面 不过他们飞鹰跟我们乾隆比 终究还是差了一些 才怪 我们飞鹰哪里比乾隆差 虽然我们飞鹰比乾隆晚成立一些 但是我们飞鹰迟早会后来居上的 你们飞鹰有天榜前五的强者吗 我们乾隆周星辰可是天榜第三 你们飞鹰背后有武者家族的支持吗 我们乾隆背后可是叶家 你们飞鹰背后是杨家 杨家背后才是武者家族的肖家 这中间可隔了一层 就凭着拿什么跟我们比 刘依菲被同兵杰给对的说不出话来了 脸都仗红了起来 你 你 太可恶了 以后大家好好相处 不管你们以前是哪个组织的 现在 进到我的别墅去 你们都一样 小白 你把杨沟风给打了 他可是杨家的独子 杨家的实力 我估计他会想办法报复你 杨家 很厉害吗 他们也是武者家族吗 那倒不是 不过杨家的背后是肖家 肖家是武者家族 原来是武者家族的一条狗 一条狗也敢对我乱叫 揍他还算揍得轻了 但是君子一防 小人可难防啊 你还是跟我们回飞鹰组织一趟吧 跟我们司令谈一下 我们司令肯定会愿意为你出面 虽然说你不怕人家 但是不怕贼偷也怕贼电剂啊 你的基地可就在那放着呢 听了柳依菲的话 小白皱了皱眉头 要不直接先把杨家给灭了呢 不过 先去飞鹰组织走一趟 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去震慑一下这些人 别有事没事 就来我的别墅去烦我 而且一个小队里面 就有柳依菲跟陈雪莲两个绝世美女 飞鹰组织里面像这样的美女 估计还有不少 自己要是去一趟 带回几十个美女不过分吧 而且个个都是异能者 用来开支散烟 奖励绝对少不了 想到这里 小白在心里下定了决心 决定去这个飞鹰组织走一趟 震慑一下杨家 同时再带点美女异能者回来 你这个提议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至于究竟去还是不去 就要看你今晚的表现了 这 知道了啦